中国正在建设的豪华邮轮有怎样的难度? 它的成功建设对于中国来说有怎样的影响? 今日有消息称,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顺利实现物内起伏 经过船船、蚕食、硬力释放等一系列关键工艺要素和技术指标 进一步验证首艘大型邮轮在设计、工艺、建造等阶段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在完成结构和西装的上半场工程后 将全面转断进驻内装和系统调试的下半场深水区 往2023年9月份完工交付再迈出关键一步 据中国科技网报道 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全船共136个系统 2万余套设备、2500万个零件、4200公里电缆、350公里管系、450公里风管 由全球超过500家供应商提供材料配件 由于其结构特殊、工艺复杂、建造过程兼具 加上全球供应链协同作业 郑文对于中国船部工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报道还指出 全船结构大量使用了8毫米及以下薄型钢板 用钢量约12,260吨 鉴于大量使用保板 在结构建造中 装配和焊接会产生大量的残余应力 且在物内的建造周期较长 这些应力如果得不到及时释放 势必会对船体结构造成变形 进而影响后续内装工程的实施 因此 根据大型邮轮建造工艺要求 要通过整船起伏 使其处于自由福态 测量收集相关资料 以验证重量重心控制流程和管理体系 同时释放和消除船体结构的蚕食引力 测定和验证空船质量重心的控制效果 确保整船的结构安全和重心重量的稳定 此外 据报道 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 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是工业领域的极大层者 它浓缩了现代工业与文化艺术的结晶 融合了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也是中国唯一还没攻破的高科技船舶 但是近几年随着中国造船业的飞速发展 造船技术的突飞往进 使得中国接连攻克了航空母舰等高端船舶建造 并且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从而使得中国可以攻破邮轮这一高科技船舶 并且中国打造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也已经实现了正式起伏 即将开始进入新一阶段的建设 它的成功意味着 中国成功攻克了世界最高端船舶制造领域内的 所有技术壁垒 成为了全球造船业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那么中国建设的这艘大型邮轮有何过人之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据悉中国的这艘国产大型豪华邮 排水量超过13万吨 于2019年10月开工建造 并基于嘉年华集团最新Vista船型平台 并结合中国市场需求和消费者习惯 进行适当的优化设计 Vista及邮轮总吨位约为13.35万 船长约323米 具有15层甲板和2000多个客房 最大载客约5000人 此外 由于豪华邮轮对技术和性能有极高需求 但是其受制于成本 又不能使用太多的高性能材料和先进加工工艺 这就使得其对造船厂和造船工业的技术要求 比军用船舶高得多 因此 据专业人士分析 中国的这艘国产豪华大邮轮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所以技术难度极高 甚至比美国航母都厉害 这也使得人们对于中国的这艘国产豪华大邮轮有了更大的期待 因为其的价值甚至远远超过航母 虽然很多人会对此产生较大的疑问 但是事实却就是如此 因为中国造船技术经过了多年的飞快发展 并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 中国就有能力去建造航母 且在航母的建造上也呈现出下脚子的态势 但是中国在那时还没有突破邮轮建造的难关 因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建造邮轮比建造航母的难度要大很多 这在此前也成了限制中国海军发展的因素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 国产邮轮对于中国造船业的意义比核动力航母还要大 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加上大型邮轮建造是巨系统工程 而完备的配套体系是邮轮建造能否成功实现的必要条件 邮轮配套体系涉及西装 动力及推进系统 综合电网系统 自动化系统 内装系统 材料工程 HVAC系统 网络通讯及导航系统 安全及保障系统 娱乐系统 船用及机电设备 酒店设备 全工仓储物流 软件服务保障 物联网解决方案等相关领域 种类庞杂 覆盖面广 中国为了大力推动国内邮轮产业发展 2018年9月 交通运输部等国家石铺委 正式发布了关于促进中国邮轮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 为了加快推进国产邮轮建造 及配套装备产业发展 重点突破大型邮轮设计建造技术 鼓励合资合作方式 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加快实现首艘大型邮轮建造 鼓励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模式 推进国产邮轮设计建造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完善和优化邮轮建造配套供应链体系 意见同时提出 到2035年 中国邮轮旅客年运输量将达到1400万人次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邮轮旅游市场之一 国产大型邮轮的设计建造 将为相关配套产业提供巨大商机 带动国内邮轮配套产业的大发展 国产邮轮建造及其配套产业 将会迎来数千亿级的市场空间 这也是中国造船厂的一个全新领域 是填补中国国内空白的朝阳产业 从陆地产品设备 向海洋生活载体拓展的全新机会 这就得益于中国造船业的飞快发展 且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这也使得中国造船业技术得到提高完善 而且对新工艺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不断提高 造船能力和效率不断增加 这也大大保证了中国在船舶工业的终端产业链 从而逐步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加上中国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和工业实力 这就使得中国能够克服一系列问题 攻克了所有难关 实现邮轮的成功建造 目前这艘国产邮轮的总建造进度达到86% 学员材料辐射突破了12.2万平方米 电缆安装超过了1800公里 分别达到总体计划的63%和40% 据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建造一切顺利的话 中国首艘国产邮轮将在2022年下水 2023年正式交付使用 随着中国首艘国产邮轮的即将建成 这使得中国造船业将彻底掌握 人类所有的高技术船舶的建造技术 超越日韩等国 成为全球造船工业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并且将追赶美国的步伐 这也将为中国后续军用船舶的建设 提供宝贵的经验 对于中国在海军的打造上 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中国造船业的发展 也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炸摄像 炸的症候 炸在领域上 炸成阳被炸在